最早送出争议的是这一件 民国65年增额立委选举 无党籍的郭雨昕 指控无党籍的林荣三 公然用金钱用肥皂向选民买票 郭雨昕当时的律师 正是林毅雄和姚家文 控告林荣三当选无效 成了台湾选举史上第一次 对选举不公提出的法律诉讼 但是当时报纸的篇幅 竟比不上海豚表演的篇幅 台湾的汇圈史多彩多姿 令人印象深刻 来来来听闻是 以前是林毅雄的助理嘛 对不对 你这个爱情应该印象是很深刻啊 以前是你们党外告林荣三啊 嗯不过刚刚也讲啊 这个告的时候 那个篇幅还比不上 那个海豚表演 那时候还没有自由时报 其他的报处理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 事实上我们的媒体 我一直在觉得我们的媒体 如果可以更公正一点 我们台湾今天不用这么分裂 我记得那时候陈婉珍 退出中国时报的时候 开了一个记者 我就说他绝对退出 决定要退出媒体 是因为他觉得我们的媒体 使得我们社会撕裂 那我是觉得 今天当然是比过去好很多 但事实上我是觉得说 各报还有所有的媒体 都有进步的空间 你以为我们是从历史的观点 来看这个案子 你看真的变化是很大 没有永远的敌人 以前是党外告他的 这个是张富中他们写的 台湾民主运动的25年里面的绿色连带 这边有两个颜头上 一个这个就是林毅雄 这个是那时候的姚家文 他们那时候代表的郭雨昕 出来告的林荣山 他说什么 1976年就是民国65年的时候 武党籍的候选人 林荣山是透过三重市长 宴请该市82个里长 跟地方的士绅 并且由里长公然在各投票所 开票所里面 什么发香皂给选民 当时物资是比较缺乏的 一个选民只能拿到 四块的这个香皂 那时候什么 出产这个叫做 马力三色香皂 这个很多观众可能还有印象 这个公司啊 他们在投票的前一天 大量卖出大概多少 30万块的这个香皂 每块香皂是7块钱 以前是武党籍跟民进党告他的 现在帮他们讲话 我们两个年龄 可能差不多 我可能还打你几岁了 那个马力香皂是 当时是非常贵 你有用到的 我小时候我住在乡下 我跟你讲 很多的家庭是拿洗衣服的肥皂 在洗澡的 那马力香皂 在当时算是很奢侈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 只有什么四块香皂 四块香皂 那是全家人慢慢用 搞不好用好几个月 但是我要讲一个 就是说唱海商田嘛 就是说政治就是这样子 分分合合 就是合合分分 那我想现在 他们的关系应该都不错了 那我只是讲了一件事 就是说再讲到媒体 还是就是说 台湾的政治 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一个阶段 因为这个邱警跟我算是好朋友 我们在立法院 其实以前的报纸真的很多地方 应该是政治环境的原因 所以很多的报道不是公正的 可是我们今天台湾的政治 已经到今天 这样子的元首的时候 其实媒体应该要扮演 更正面的角色 现在不是有政治的力量在操纵你 是变成你在操纵政治 这样子很不好 就是说以前因为政治不良 政治的环境不好 所以让媒体没有办法 好好地去做忠实的真实的报道 所以是政治玩媒体 现在有些的媒体 我不讲哪一家 现在变成有一些的媒体 电子媒体也有了 平民媒体也有 是你们利用媒体的身份在玩政治 那这个政治不是越玩越糟吗 以前是政治对不起媒体 现在坦白讲是媒体对不起政治 媒体对不起百姓 所以回到最后来讲就是说 媒体真的要给自己 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说 我要帮助政治 而且要旷征政治 让人民会过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政治环境里面来过活 而不是你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 商业的利益 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偏执 政治上的偏执 然后你让扭曲政治 让政治的环境更加的恶劣 那这样子就不如不要办 媒体去做声音就好 这个案子后来是被驳毁的 可是那时候林立雄跟姚家文 就不好的 因为该会再出一份这个 辅落平洋 他说林荣山你凭什么打败郭宜心 林荣山在当时是以一个土地 这个土地开发商起家的一个 政治的竞选活动的一个 很积极的人士 你们小看他 人家现在是有钱的 土地很多 对因为他也是因为台湾土地 价格暴涨了以后 累积了很可观的一个财富 那林荣山先生做一个商人 当有他的独到之处 可是后来他介入政治的时候 记录上不是那么的理想 包括说被这个林立雄姚家文 告他这个会选当选无效 那当时证据好像蛮确凿的 可是告不赢 那个时候的法院真的是 不晓得谁开的 然后第二个 就是后来林荣山 这个要了选监察院的副院长 那时候监察院还是用选的 监察院的副院长 那据说也是传闻 纯属传闻 花了大钱准备绑装 然后来选上监察院的副院长 可是那时候当时的国民党 那时候李登威好像 觉得这样不是很妥 有指还不讲句话 李登威不是很妥 就叫这个宋楚瑜去阻挡他 去阻挡林荣山选这个 监察院的副院长 就有来好像林荣山 从此跟宋楚瑜 这个形成严重的仇敌 所以最后来林荣山 就退出了这个政坛 因为他认为说他是被什么 被当时的媒体所欺负 才不能选上这个监察院的副院长 所以他就发誓要搞个报纸 就是媒体后来的自由时报 为了宋楚瑜去办了一个 听说有一组气在那边 有一组气在那边 那自由时报 我现在每一次只要看到 自由时报在登说 哇哇哇谁当选无效 谁会选 我立刻看到自由时报 我想到说那创办人是谁啊 他的记录是什么啊 我这是一个 也许林荣山现在从此已经是改邪 归什么我不晓得 但是如果他想一想说 他们创办了这样的不堪的历史 我不想到边政组的苏组长 要怎么下笔会比较理想 来来来我们看一下 那个当初宋楚瑜跟林荣山的这一段 自由时报就是一个黑金报纸 自由时报报导的定有所本 不是没有所本 叫做胡说八道 自由时报是台湾最胡说八道的报纸 自由时报的报导绝对有所本 那梁博信对你的时疑 你认为他讲的是说谎 你是不是自由时报的 自由时报 你会对他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林荣山先生涉及在选监察院长副院长时期 他涉及会选 请公开把它录下来 你刚刚讲我要不要对他 请林荣山先生告我 只要你告我 我们立刻就可以到公堂里面去他讲 来来胡大哥对这一段应该很清楚 所以当初他办自由时报买 自由时报是为了宋楚瑜买的 我是很清楚 我回台湾十五年从海外回来 我待过三个单位 中天电视年代电视跟自由时报 我的习惯我离开这个机构 我就不回去评论这个机构 这是我的习惯很抱歉 我认为媒体 一个媒体或者媒体工作者 是一辈子的养成教育 我很喜歡讀紐約時報 你讀了紐約時報 一年得讀一個大學 他為什麼 他影響力 他在設定議題 我希望大家以此勉勵 那我記得金普松說 照相看 14歲以後每個人都有問題 他不是這樣說 其實林農商有問題 當然有問題 這本書講太清楚了 自己去買 舊宿在台買得到 但是李登輝 他從台共變國民黨變台獨 蔣英國從惡共變反共 我看每個人都一樣 但是我覺得我對這種事情 包括今天的民調 有一位美國很有名的偉大主播 叫Walter Clankett 他在喜怒哀了會牽動你的情緒 但是他不管什麼新聞 他每天播報完畢 30分鐘已經說 That's the way it is 換作中文 人生就是這麼一回事 平常心看待 我對民調 對新聞 你自己有主見 有想法 對任何事太難處置就好了 東浩 剛剛宋楚瑜是罵得很兇 那時候是他嫌台北市長 台北市長的時候 對不對 後來好像林農商也沒有告他 不過我那時候在自由的時候 跑過宋楚瑜先生 那個時候自由的記者來跑 宋先生那個陣營 其實是蠻辛苦的 因為其實 雙方 你說在自由去跑宋楚瑜的新聞 很辛苦 那個是比較辛苦 因為你大概不是很好做採訪 那 但是其實比較重要還是這樣子 就是說 一個媒體 你一定要確定自己的公信力 你可以是保守的 你可以是自由派的 都可以 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去累積自己的公信力 因為 媒體的 影響力 絕對 在最後的時候會超過政治人物 所有政治人物的政治生命 絕對不可能比一個媒體來的長久 所以媒體一定要很 努力的去 累積自己的這個 公信力 我要接蔡英文主席的一句話 這像堆積木一樣 那積木要堆高 是要很小心的 可是一垮是很快的 你以為很奇怪 他現在好像宋楚瑜跟林隆山之間 那個心情還是解不開 對不對 可是他以前 林隆山他們自由時報 跟貴黨是比較好的 為什麼後來跟國民黨都 處得這麼糟 處得這麼糟 你說貴黨 國民黨在跟他們在 關係很好的時候 我在讀書 我並沒有在 沒有小受到 我這是個鄉下的孩子 還在努力的讀書 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坦白講 那個早年那些恩恩怨怨 居然在讀書 那時候對政治也沒什麼興趣 我不是那樣子的了解 但是我覺得沒有錯 就是說政治人物也好 財團也好 你要拿出來很多東西 都可以被批評了 但是我覺得媒體 應該要比 經營媒體要比經營財團 還要有更多的自我期許 我如果這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這個 那時候是你在當 年力熊的秘書的時候 去競奏 那個封面是我送去景美鳳做的 不過他胡蘿平洋 後面的句話是像是 死國民黨 他被空民黨欺負 他在第一群訴 說五小時四五還是十二